看看新闻榜 第一个是我按赞的 我的肩膀是要帮我女朋友背包包的 我在香港是住在一个无宴的城市 那算是高档社区了吧 好难啊 还好吧 百里挑一由天窝茶庄碳烧奶茶独家挂名播出 年轻不怕火只怕没有燃烧货 天窝茶庄碳烧奶茶 优选进口牛奶上等乌龙 经历高火冒险 过爆火才够味 天窝茶庄碳烧奶茶 百里挑一指定产品 飞科剃须刀 肯德基不断研究创新工艺 将层层牛肉薄片压成肉饼 水分不易流失 锁住更多牛肉汁液 层层美味鲜嫩多汁 肯德基层层薄片嫩牛宝 它是动作 莫森太阳镜 北方雪梨来了 尝喝冰糖雪梨 不怕上火 听爷爷说 怕上火 喝冰糖雪梨 才对 五草药 补上味哦 鸡麦郎 冰糖雪梨 北方雪梨 全方位浮动剃须 飞科剃须刀 黄冠丹麦曲奇 精选天然优质原料 融合黄油的香醇浓郁 黄冠丹麦曲奇 皇家般的享受 不是所有的牙膏都能够抗敏感 当吃到冷的酸的食物的时候 如果会有这种牙敏感的疼痛 就表示你很可能选择的牙膏 并不合适 正确的做法 是选择专门的抗敏感牙膏 我建议使用舒适达 舒适达是专为敏感牙齿研制 它的有效成分 能够深入牙齿内部 舒缓牙神经末梢 缓解牙齿敏感 每天使用舒适达 是缓解敏感牙齿的正确选择 这一刻你要释放 这一刻微单 微单NX5T新登场 Sony 胃痛 胃酸 胃胀 管用斯达书 轻肺润肺 润肺轻肺 修正牌 肺凝颗粒 修正药液 感冒了 找改喻啊 修正牌 改喻胶囊 那都不是个事 少得不敢相信 可是我怎么这么妥 康胜跑谈酸菜牛肉面 酸菜加量 酸爽加倍 不止酸爽 酸菜加量更爽 康胜跑谈酸菜牛肉面 It's motion 莫森 太阳镜 飞科剃剃剃刀 全方位浮动体恤 三环弧面刀网 全身水洗 飞科剃剃剃刀 林玉婷 二十二岁 是一位台湾原住民 她的职业是模特 谢雅英 二十九岁 居住在香港 现在是一家 牙套公司的执行董事 下一位朱贝贤 二十九岁 居住在台湾台北 是一个企业公关 游易金 二十七岁 居住台湾台北 是一名工程师 下一位郭慧轩 二十六岁 居住在台湾高雄 是一名展会策划 何宇涵 二十一岁 居住在台湾台中 是府仁大学的 再同学生 谢一军 三十二岁 居住在台湾台北 目前是一家 房地产公司的销售顾问 下一位陈一玲 二十六岁 居住在台湾台北 现在是一名期货营业员 下一位思涵 二十八岁 居住在香港 目前是总裁助理 郭英 二十三岁 居住在台湾的屏东 目前是一名幼校老师 最后一位 孙凡宁 二十四岁 居住在台湾的新竹 目前职业是模特 大家好 大家好 正式啊 这个中秋假期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白脸条 今天这个舞台呢 有点变化 是的 今天呢 是我们的中秋特别节目 我们的女嘉宾 还有男嘉宾 都分别来自台湾和香港 但是我们希望今天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能在场上 找他吸引的另一半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 特别简单 那就是两岸三地 中秋时节 人乐团圆 让爱考案 白脸条 我是唯一 欢迎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火把火才够味 我们的节目由天窝 碳烧奶茶 独家创名播出 在节目当中呢 陈光先生的男嘉宾 还将获得由飞鸽鸡刀 所提供的鸡鸡刀 和电吹风一份 节目的开始 也已经向大家介绍过了 今天呢 是我们白脸条 的中秋特别节目 所以这场节目呢 也是由珍爱网 联手台湾的 Dick Me Now 跟我约会吧 以及呢 香港的Me Too 有缘人联合来举办 所以我们今天 还特别邀请到了 珍爱网的创始人 李松博士 欢迎你 大家好 各位嘉宾好 我是珍爱网的 创办人李松 祝大家中秋节日快乐 也希望大家 在这个节日里边 找到自己 心仪的另外一半 欢迎李松博士 只会要欢迎的是 我们现场的 50位女观众 欢迎大家 欢迎你们 还要感谢在线的 50位网友 谢谢你们 也要感谢你们 洛老师 李松博士今天来 您就下岗了 对 我最后的推荐工作 就由李博士 您来帮我们来 没关系 你只要愿意让我 乱点羊羊谱 而且我觉得李博士 今天担任这个工作 是最到位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男女嘉宾 都是他们精心挑选 和推荐的 应该说比我们 要了解得多 那看起来我们 是不是应该 先采访几位 比如第一位 我觉得您怎么看 怎么长得像张惠妹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玉婷 我来自桃园 我是阿美族 以及台湾族 然后我爷爷 是来自河南 等于说台湾的原住民 是阿美族 对 您过学多才快翻译 我听第一句 你好 你好 我后面就是介绍 我阿美族的名字 叫做西古 但刚才也说到爷爷 是来自河南 对 那您应该用河南话 再介绍一下 会吗 不会 我也没有去过河南 下次有机会会去 一定要去看看 好 那么今天有一个 年龄最小的姑娘 大家好 我来自台湾台中 然后我今年21岁 在府人大学就读 府人 对 我怎么觉得 她特别脸熟 在哪见我 我是谁能摆里挑衣 何孟怀的妹妹 哎呦 您哥哥还没找到女朋友呢 您也到场来找男朋友来 她推荐我来的 像个的好玩 你别装 你肯定是戴了假发套来的 她戴假发套应该跟我蛮像 对 对 那我得问一下何雨晗 台上的其他女嘉宾呢 其实至少都已经工作了 你还在在校读书 你至于这么着急吗 因为我们家人 大部分都在大陆工作 然后我一个 就是20岁的女生 自己住在台北 然后我也不是台北人 所以我对台北也不熟悉 所以她希望可以来这边找一个 就是可以照顾我的男生这样 好 那么在现场呢 也有因为年龄 比他们其他人要相对大一些的 大家好 我是那个谢一君 来自台湾台北 然后我住在101附近那边 然后我从事的职业是房地产 然后我们都是做那个 信义区的精品跟豪宅的 群权 对豪宅 卖豪宅估计收入不低 还好 还好 就不愿意给你透露 从她将来要求对方男生的月收入多少 你大概可以猜出 她要求多少 那肯定是她的底线嘛 对吧 最少要100 100万呢 100万台币 100万台币 那还好 一个月台币 20万人民币 一年最少 不高 这样的男生 我们李博士公司很多 对 我们公司很多 很多 那么当然刚才介绍三位 都是来自台湾的女生 我们还要介绍一位 来自香港的谢亚英 哈喽 你好 我是来自香港的谢亚英 我自己是做一个英国矫正牙齿品牌的一个极星董事 兴趣有分离的私仪啊 还有一些电视上的节目主持 这样子 您现在带着自个公司生产的鸭套 对 透明的 你真带着鸭套就上来了 有 加上来了 您俩是太好的 不需要带鸭套 那今天场上也就剩下唯一一位来自大陆的 杨雨薇 杨雨薇会考虑来自港台的小伙子 可以啊 我觉得挺好的 好了 那咱们就开始吧 欢迎男嘉宾 现场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我叫黄敬佑 今年26岁来自台湾台北 那目前在广告公司做业务主任 那我的爱情宣言是呢 在爱情里我是50分的男人 那我现在正在找一位50分的女人 那成就100分的爱情 那如果你是这位女人呢 那请你勇敢伸出你的双手吧 这个铁板是你在给自己心中安的家 那其实这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梦想 我希望能够找到自己一个心爱的女生 然后两个人彼此奋斗 存够了钱 那我们可以搬去海边 然后开一间小酒吧 过着两人的世界 然后与世无争的感觉 我现在还有准备一些台湾的小物 能够送给女嘉宾 送给女嘉宾 没有 没事 我看 来 随便送给女嘉宾 告诉我们这送的是什么东西 是面膜 粉红色的哦 已经有一颗心了 有什么才艺 今天可以展示给我们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看过来 看过来 这里的表演很精彩 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 我做歌 我做 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 原来每个女孩都不承担 我想了又想 我猜了又猜 女孩们的心思还真奇怪 真奇怪 真奇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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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太欢乐了 你今天表演的最经典的 就是左看右看 看一票 哦 有了 获得了全票通过啊 来 有请 谢谢 实际是哪位美丽的妹妹 让你不知道上看下看左看 右看的方向了 我们来试别一下 好了 来 各位女嘉宾对她第一印象 男嘉宾 你好 虽然你刚才唱《人贤旗》的对面女孩看过来 但我坐在你对面我实在没有很想看过去 请问一下你还有其他的表演可以吸引到我吗 来个即兴老舌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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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Come on 现在朋友 举起你的双手 我在黄静佑 今年26 来自台湾台北 我喜欢旅行跟运动 我目前在广告公司做业务 我今天来到百里挑衣 我终于的目的就选择我的唯一 如果那个是你 把你双手举起交给我 让我一起幸福地走下去 谢谢 我觉得你的嘻哈表现的比你刚刚唱的 对面女孩看过来还要棒 真的吗 谢谢女嘉宾 我也是嘻哈老舌挂的 可以模仿黄力行吗 黄力行吗 一浪太强不晃 会被撞到地上 一浪太强不晃 会被女嘉宾带走 有五年 谢谢 谢谢 好 来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男嘉宾的比赛 江黄静佑 今年26岁 我人在台北 天气晴 现在在广告设计公司担任专案销售 那其实做销售呢不太容易 你要想办法去让客户对你产生的记忆 可能需求的时候就会马上打电话想到你 那女生们都是怕赛吧 太阳是往右边赛 她就很自然很铁贴地站在我的右手边 她就是这么让我喜欢 所以也让很多女同事喜欢 杰比呢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 因为我们从事广播广告的行业 当然她也长得很帅 这个节目本来我要去报名参加的 结果后来被杰比捷出一线灯 我非常喜欢旅游 那因为透过旅游呢 我可以去了解台湾各地区不同的文化 那下次你再遇到什么样的客户呢 我就有更多的经验 以及更多的故事 可以来说给客户听 那我最大的梦想呢 是跟自己喜欢的女生 在海边开一间小酒吧 然后享受两人世界 以事无真的感觉 你会是那位老板娘吗 是的话我也就跟你表白哦 一边看VCR 我跟陆老师觉得她这张百大明星脸 没错 看谁都想又像这个陈小春 陈小春 许志安 许志安 但都属于长得不太好看的明星 是我在半年前有说我像林书豪 对 还好 好继续翻看两张副科牌 黄金佑毕业于世新大学广播系 现在在一家广博公司 担任业务主任年薪八万 她说她自己是一个家庭水电工 她说我的口袋很忙 朋友有难 一定帮的善男 我先问一个吧 年薪八万是台币还是人民币 还是美金呢 你得跟我说清楚 这个是人民币 对啊 那些相当于在台币拿到是四十万 四十万 差不多 她这个薪水好像跟上海差不多 男嘉宾我想请问一下 你说你是家庭水电工 请问一下你的家庭水电工 是因为你父母是做水电工 还是你自己爱做水电工 那我其实不是父母做水电工 是因为我爸爸对修电器是非常在好的 他认为男人呢 就一定要会修一些家电 那小时候我就跟着他一起修电扇啊 修电灯牵线 甚至到修马桶都可以了 对 那如果我家的马桶有问题 你可以来帮我忙吗 那如果你是我女朋友的话 那我觉得我还是自己学好 想问一下这个 是不是我的口袋很忙 是什么意思啊 出门我非常不喜欢带包包的 因为我觉得我的肩膀是要帮 我女朋友背包包的 不是背我自己包 对 对 那我的双手 也不是提自己的东西 也是要牵女朋友的手 也就是拿她去买东西的东西 对 那你也一定要带家里钥匙啊 就是零钱 最重要就是钱包 你没有钱的话那就非常麻烦 所以我的口袋的话就会塞满 这是必需品 那我都会分好每个口袋是什么 所以我只要一触摸 我只要拍拍拍 我都知道带就走了 对 今天你带了些什么 那像我左边的口袋呢 就一定会放我的手机 那我右边口袋呢就比较重要 是我家里的钥匙 然后因为我现在到上海的录影嘛 所以我就带着我的台包证跟我的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信证 对 那在后面这个口袋呢就一定会放我的钱包 这是我从小时候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的 对位置没有改变过的 那还空一个袋袋干什么呢 女朋友的东西再多个口袋给她 对 女朋友的东西 是个口袋的小男生 哈喽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也是从台湾来的 我是一个望东望西的女生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 你愿意帮我就是 立个形式立吗 还是说立个条例这样子 然后帮我记得所有的东西这样 那我觉得我有点担心 以后她的裤子袋袋会越来越多 因为你老忘了她全装满了 这裤子袋哪管用 这上衣的口袋都得给用上 以后这 这是十八抢吗 这是她一个出门之前必须要做的广播体操 就是你也不用背包了 你的东西也全在她身上 好了 那如果继续想来支持男嘉宾 请为她投票 各位请嘉宾 来三 二 一 好棒 黄金佑你太有人气了 谢谢 翻开后两张副歌牌 黄金佑谈过三次恋爱 和为女友无下限的暖男 她曾经出现过一个事 叫大雨中的男儿泪 她喜欢找的这个女友呢 是喜欢眼睛大的 皮肤白的 有想法的 知性女生 我想请问一下男嘉宾 就是你说你在大雨中为了你女友流泪 那你流泪是因为你做错事呢 还是因为她离开你 还是没有什么感情上的挫败经验 是追溯到我刚升大学的时候 那我跟那个女朋友 其实也在一起三年左右 那她其实也是我第一个女朋友 就是那天是台风来 在家里跟我用MSN 就跟我说 我们分开吧 我问为什么她 就完全不理我 也封锁我了 人就不见了 那所以在那天我就急着 就要去她家楼下等她 那那天是台风 雨很大 就算撑雨伞穿雨衣 其实都没有用的 又冷又湿的 她最后其实是跟一个男生 就是坐着那个男生的汽车 然后她男生说话就是她家门口 她下来 我看到的时候 我在心里就默默地说 那就这样吧 那我也要继续往前了 那也谢谢你曾经带给我那么多 哈啰男嘉宾 像眼睛大 皮肤白 然后有想法的知性女生 我觉得我应该 都有福 别不好意思你是符合的 别羞吗 可是我觉得男嘉宾你还蛮瘦的 可以方便请男嘉宾往前一点吗 可以啊 可以吗 可以往前一点 因为我是跆拳道黑带二段 如果说有一个坏人 从前面这样子走过来 你会先 坏人坏人 像坏坏的人 前面那个人好像怪怪的耶 是吗 请问这样够力吗 你会挡在我前面吗 我一定会先帮你挡几拳 因为你是黑段嘛 你才保留体力把它干掉 谢谢 坏人都来了 还有你们俩这样商量来商量去的 好 好 那我们要继续来投票了 如果对这个男嘉宾有选择的愿望 请一定为他留牌 来3 2 1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年纪比较小吧 大多数女孩子还是 还是介意 会比较介意 一是看着比较瘦弱 二十年纪小 好 来 请你对女嘉宾说出 你在择偶的时候不能接受的条件 觉得自己不漂亮的女嘉宾请翻牌 真有这样的人 好谦虚哦 嗯 我以为只有我会把牌给翻过去 是希望 就是自己女朋友是 有自信的 那我并不是一个外貌协会 嗯 但我是以自己顺眼为主就可以了 那也不管她长得如何 只要她是我女朋友 我就会最爱她的 对 下一个要求还有吗 那第二个问题是 是篮球 游泳 骑脚拉车 慢跑 四项都不会的话 那就请翻牌 如果您不是四项三男 我这个要求蛮高的 你为什么要提这个要求呢 我希望 我自己为女朋友 能够跟我做以下的运动 可是你看看你的要求 你看 你看 如果是根据刚才她 和女嘉宾交流的情况 和这个男孩子性格 以及女孩子性格 问你做什么样的推荐 叫我帮她推荐的话 我可能会推荐 何雨晗吧 再这样她们年龄也比较配 李博士推荐何小姐 所以我们将有请何雨晗和你 对视20秒钟 谢谢 谢谢 烟窝探烧奶茶 动情时刻 我们计时开始 我们计时开始 我怎么形容 心中的感受 用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你懂我 好 时间到了 雨晗 愿意留下来听她说说什么吗 我希望可以听她一些真心话 好 那么李博士推荐了何雨晗 你是否愿意向何雨晗表白呢 其实我在手机上的号码 就是何小姐 对 好了 请向何小姐表白 女嘉宾你好 你好 那我是黄静佑 我是何雨晗 你拥有一个邻家女孩的气质 平凡 但是又清新脱属 那这跟我心目中的女朋友的条件 是非常相符合的 我也觉得从你的谈吐之间 你是一个蛮有自己想法 没有自己主见的一个女孩 虽然你年纪还轻 不过从你的谈话之间 我觉得你应该拥有一颗非常成熟的心智 那我觉得这个个性就是我心目中想要女孩的个性 那我今天也准备了一个我自己做的小礼物 要送给你 那这个手环是我自己DIY自己做的 那这个手环叫做香巴拉姐 对 那香巴拉在尼泊尔还有西藏 它代表是叫香格里拉的意思 那香格里拉其实就代表是一个梦想 一个归属 我觉得这手环 我一定要亲手送给我自己最喜欢的女孩子 所以我就去自己学习怎么变这个手环 那我希望今天你救人跟我带上这个手环 跟我一起离开 首先手跟我一起离开这个舞台 你愿意吗 郭君佑 你还真别着急 今天很不幸你碰到这个障碍 这个障碍就是他目前一直还在我们 谁能把你放这个舞台上 何孟怀 他也来了 对 我们要让哥哥帮妹妹把把关 其实我跟我妹妹孔晓就感情非常非常好 我记得有一次呢 就是我们两个晚上在看鬼片 然后看着看着我就很害怕 他就说他要去睡 我说我跟你睡好不好 他就说不要 我要一个人睡 他坚持不跟我睡 结果我一个人睡着睡着 我就走到他房间去 趁他睡着的时候 把他抱过来我房间 放在我床上 陪着我 然后顺便辟邪 其实呢 我跟我妹关系就是这么的密切 我就只有这么一个亲妹妹 所以我非常非常爱她 这是为什么我会站上这个舞台的原因 我第一次听说自己的妹妹避邪 我觉得以我了解你的个性 你应该找一个年纪再更大一点的 看起来更成熟稳重的男生 会更适合你 就能够帮妹妹避邪的那个男生 对 我们其他人何孟怀在这至少成为了一个 这个障碍 我觉得她送我的手链真的很漂亮 我觉得就是会用心 然后有细心 就是还有耐心去做这个手链 代表她对女生一定也非常有耐心 而且她的外形其实除了太瘦之外 其实是我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能够在上海相遇是一个缘分 我知道 如果哥哥不出来成为这个障碍的话 你今天可能就顺利牵手了 但哥哥说这番话之后 还是对你有一些阻挠作用的 我觉得你真的看起来太单薄 太瘦弱了 虽然我身材就是稍嫌单薄一点 不过我内心是真的非常强大的 你光说不练 不然你就现场给我来三四个服务生 你表示你的体力还有证明你的诚意 你怕了吗 当然没问题啊 随法省 三十个吗 对 我跟你说 跟我妹妹在一起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呢 就是必须爱她 疼她 保护她 如果她有错 都是你听错 都是你看错 还有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手机必须要二小时畅通 工作必须要非常努力 第三个 你身边要好的女性朋友 都必须介绍给我妹 还有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我想一下告诉你 还没 还没 继续 继续 我没看到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什么 我知道你是做业务工作的 人家有说十个业务 九个兔 一个翠马路 我知道业务工作非常繁忙 而且非常多应酬 你就算应酬到多晚 你都必须十二点以前回家 这些你做不做得到 这些你做不做得到 我表示我的诚意跟答应 我再做一个 哦呦 我想真的有点喘 其实我也不是这么结窗特薄的哥哥 我妹妹要做什么决定 我只是在旁边把关而已 我想问妹妹的意思 你愿不愿意 你愿意跟我在一起 男嘉宾的一片真心日月可见 何宇涵会和他成功牵手吗 第一个是我按赞的 是 爸爸也是光头 所以看到你这个光头好亲切 你恰恰管他叫爸爸是吧 我在香港是住在一个无宴的城市 车开不进去的 那算是高档社区了吧 还好吧 我们一直相信 美丽是没有国界的 国际连锁 源自韩国 Yes的 一心正心 你就是明星 跑哪儿去了 奔腾剃剧刀 剃剧不残留 肯德基不断研究创新工艺 将层层牛肉薄片压成肉饼 水分不易流失 锁住更多牛肉汁液 层层美味鲜嫩多汁 肯德基层层薄片嫩牛宝 它是猛神 莫森太阳镜 竹叶清酒 民众天下 祝贺竹叶清酒 荣获中国名酒 五十周年 竹叶清酒 传统养生酒的典范 喝香飘飘奶茶了 好喝 好喝 好香啊 一起喝 好喝 十二亿人次在喝的香飘飘奶茶 好喝 嗓子干咳痛 得喝点什么才舒服 一杯蔓延舒宁 不仅缓解症状 更能滋润嗓子 嗓子舒服是喝出来的 青猴立烟可力 蔓延舒宁 北方雪梨来了 常喝冰糖雪梨 不怕上火 听爷爷说 怕上火 喝冰糖雪梨才对 五草药 煮上味哦 金麦郎 冰糖雪梨 北方雪梨 四十六年前 马自达Cosmos Boss 实现转子发动机量产的梦想 二十二年前 马自达787B 热门栽灌全球主目 今天 马自达CX5 马自达Attenza 带来全面革新的创持蓝天技术 打破常规 That's Mazda Mazda It's motion 莫森太阳镜 飞科体虚刀 全方位浮动体虚 三环红面刀网 全身水洗 非科T恤刀 年轻不怕火 只怕没有燃烧火 天窝茶庄 碳烧奶茶 優选进口牛奶 上等乌龙 经历高火冒险 过爆火 裁过味 天窝茶庄 碳烧奶茶 百里挑衣 由天窝茶庄 碳烧奶茶 独家冠名播出 你愿意跟我在一起 愿意 来 牵手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天窝碳烧奶茶 提供的价值6000元的旅行券一份 天窝集团提供的 黄轩喜情甘红一份 和天窝一瓶月饼礼分一份 可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疑问 就是今天我在这里找到幸福 可是我哥上节目上那么久 他到现在还是光棍一个 这事您怪不得我们 你得问他 所以看有没有人要就是现场 反正都台湾女生嘛 这个主意不错 你好 我叫郭英安 Irene 之前在台湾的时候 就有从节目上看到你 特别的观察了一下 你的讲话的方式 当然第一个口音就是 比较特别啦 对 那就是我们熟悉的台湾口音 那第二个就是觉得 你的讲话还蛮犀利的 这是算对何梦怀的表白吗 可以吗 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 突如其来的这个相遇 估计可能也让何梦怀没有想到 但是我们确实尊重你的个人意见 其实也算是一种告白啦 可以跟他多认识 做一个朋友这样子 不知道他愿不愿意 嗯 那就这样 我们先做个朋友 你总愿意吧 再接触接触 可以吗 怎么样何梦怀 做朋友可以 没让你马上牵手 因为你俩刚刚认识嘛 需要了解的过程 我才刚知道他名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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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握个手做个朋友 不要握个手 我们来个台湾热情一点的拥抱吧 当然 你高兴游戏 我们希望看到后续 谢谢 好不好 谢谢 好 那么 目前 走快 走快 看 走快 走快 你看 还是不放心这事儿 刚刚看到教廷闹过来 千万别以为一个女孩子签了两个男嘉宾 有一个她哥 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有请下一位女嘉宾 哈喽 你好 我叫颜恩旋 英文名字叫Micky 我来自台湾台北 今年27岁 但是我在上海工作 已经两年了 我的职业是美妆培训师 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个男生 跟我一样喜欢皮肤保养 感谢天窝碳烫烧奶茶 对白领条一的独家冠名 这场节目呢 也是由珍爱网联手台湾的 Let Me Now 跟我约会吧 以及香港的Me Too有缘人联合来举办 欢迎下一位男嘉宾 两位主持人好 博士好 还有女嘉宾 以及现场来宾 还有收看白领条一的观众 你们大家好 我叫李志愿 谢谢大家 而且你们可以叫我光头 我现在的职业是体育老师 在学校之代排球队 也兼职升教组长 那么我的爱情宣言是 请听自己内在的声音 了解对方真正的感受 爱情是需要双方一起来调整节奏 一起掌握 一起共同互相维系的 当然我今天还有准备一些 台湾的伴手礼 第一个 要给主持人还有博士 拼图 因为人生就像拼图一样 每一块每一块遇到 都是必须 拼图慢慢地平成一个人生的蓝图 那么女嘉宾们 我有准备我最喜欢吃的米香 是来自台湾基隆的 你太要创业了 你看光头 还专门画了一灯泡 真的 可以为各位讲解一下 首先右上角有一个爱心 下面有一个扑克牌 机会命运 但我来今天是希望能签一个女嘉宾 让我们的未来可以共产宏图 那这个问号就是因为还不知道是谁 那么我希望选到这个女嘉宾之后 提供一个电力 这个电力给我 这个灯泡就会发亮 发亮之后就可以在黑暗中 照顾女嘉宾的安全 而且可以保护她 最后我产生的电力 会达到520%的电力 代表我可以很爱你很爱你 好全面哦 但是我真的觉得你不用重点也挺亮的 谢谢 发靠毛巾干什么 跳舞等一下会流汗 可以擦个汗也是个装饰 难道你是现场要给我们来一段舞蹈 对 我等一下的才艺表演就是舞蹈 叶特大厦 我们这次会的 在面 里面 是个装饰 出迷惑 他出迷惑 他出迷惑 叶特地 谢谢 你不尽 来 如婷 一段舞跳完应该蛮累的 先歇一会儿来静静心 看看是想选择哪位女嘉宾 选择她的号码 小哥是她 好 来 各位对她低音一下 喜好关头的是我 谢谢女嘉宾 是 但是为什么你的头 要剃这么关 不是留一点点吗 会更帅 这个是因为头发太累了 它自动掉光光的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说 你留这个光头的造型 已经多久了 自打头发掉了以后 对 自从头发累了 大概六年 六年了 六年了 从大学开始 六年都一直留光头 对 是什么原因让你就是 突然想要剃光头发 那时候第一个主要原因 大学在花莲 每天冲浪 溯溪 玩水 那第二个原因 那时候头发是留 刘海很长 那它一根一根掉了之后 就索性把它离光了 这样也很方便 就不用买洗发精 对 洗面乳洗比较凶 你是洗面乳直接连这儿一块洗了 直接洗到后脑 所以洗面乳要买大罐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听到你的声音 就是你的腔调 就发现非常的熟悉 怎么说 因为我也是高雄人 高雄男 是 谢谢 没错 我也是高雄男 今天 你们如果说是当地话 我知道是有口音 就说国语也有口音 比如说吧 咱们就拿这个 我是高雄人 就是我的字 如果用台北话说 是什么感觉 我是台北人 我是高雄人 但是你听他讲 我是高雄人 是 我是高雄人 高雄人 台湾又是高雄人 哦 我是高雄人 哇塞 这个厉害 女嘉宾谢谢你 谢谢 男嘉宾你好 你好 其实第一个是我按赞的 是 因为呢我爸爸也是光头 所以看到你这个光头好亲切 你恰恰管他叫爸爸 是吗 我看到你也觉得很亲切 对啊 我觉得 因为你女儿长得不对 我妈妈 我妈妈也是这样的 我有那么老啊 不是 我妈妈很年轻 好 你们俩今天行了 一个认出了爸 一个认出了爸 那真行 新来了 潘清智 好了 来看一看男嘉宾的V件 我叫李志源 我住台湾高雄 那我的外号呢 就正如你们所看到的 没错 就是光头 那平常工作呢 就是体育老师 那这个就是我的学校的环境 平常呢 我就是上体育课 教学生打篮球 足球 排球 那平常的一些小兴趣呢 就是跳舞 那练球 教书 体育 练舞 很多方面的时间 可能会需要 大家比较量解 必须要等待 例如说球队放假的时候 六日 他会有时间出去玩 不然平常我都是待在学校 24小时 那希望朋友们可以降级我这一点 讲一下我的缺点好了 三个字 烂好冷 大家找我帮忙 因为我出去请我做什么事情 我都一个字 好 例如说 光头要不要出来 去哪里 好 假设我现在来写公社写作业很忙 光头要不要出来吃饭 好 没问题 其实任何事情 我都觉得我不懂得拒绝别人 因为我喜欢大家好 不管是跟女朋友在一起 跟朋友在一起 跟家人在一起 只要另外一边有约我 有想到我 其实我都是不会拒绝的那个人 好 翻开两张布克牌 李志源毕业于花莲东华大学的体育系 现在在做体育老师兼升教组的组长 台阶排球教练年薪十万 男嘉宾我想问一下你在学校到底是怎么样跟学生沟通 这样会有距离还是怎么样 在学校的时候基本上我跟学生是打成一片的 那当然我是兼职身教组长 就是要管理学生抽烟打架闹事 这一类的小孩子跟我特别好 但是如果他侵犯到某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看到我眼神可能就后退了 就不敢跟我讲话 就看到你就怕了 对 但是通常我讲话之后他们就不会怕我 因为会觉得可能很好相处很有趣这样 好了解 谢谢女嘉宾 你有没有曾经生气起来是有让人家吓到 大发雷霆吗 对 只有对学生而已 是踹桌子还是 不会不会做这些动态的舞作 这用眼神就可以了 你可以给我一个眼神吗 比如说因为经常作为学生不听话 在校园里抽烟 你会怎么办 来 抽个烟吧 不好意思 老师 对不起 有关系 不要再被我看到就好 谢谢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他说自己的求学生涯是一路保送到大学 他只给自己一次机会 好咖 请问需要整理吗 好咖 这咖是cast的意思 还是咖啡的意思 好人 好咖 你是大咖 对 大咖 他是好咖 你是怪咖 你好 你是好人 那你团干净 所以会帮人家整理吗 是 但是因为我属于那种 就拿了一个东西就贪 因为他只要这个桌子里干净 大概下午就变很乱了 那你会帮我整理吗 如果我们是同事 一定会 因为我一定会看不惯 会说请问需要帮你整理吗 那就是我一直这样子 反正我也习惯你来整理 你会生气吗 会说我吗 说这个人怎么那么乱 那好咖其实也等同好人 其实我脾气很好 都不发飙 那好 我最好给你做通讯 谢谢你 谢谢女嘉宾 男嘉宾你好 你好 因为看到你是排球教练 那我本身也是打排球的 我告诉你 洛老师以前也是排球队的 真的吗 来排球队来 洛老师我们这边 对可以 我有点气痒了 再来一个女孩 不懂得可以打吗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灯砸了 太危险了 别打了 等你们打完脸部 天已经砸烂了 好好好 我觉得这里面最危险的是 我跟李博士 吓死了 时刻怕被你们打到 谢谢女嘉宾 好 来 那女嘉宾准备 如果还继续喜欢她 觉得她很阳光 想选择她 请对她投票 翻开后两张扑克牌 三 二 一 好 继续翻开后两张扑克牌 你居然谈过三次恋爱 你叫越爱越伤心的 她专门用了一个词 叫做兵变 还有一个词叫做时差 这兵变什么意思 兵变的时候 就是男生在一个阶段的时候 都会当兵 那可能在当兵的时候 可能有失恋 然后分手了这样 女朋友可以在当兵的时候 到军营来探望吗 不行 不行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 放假都是为了去找女朋友 所以付出的相对的是很多 那是已经 蛮一段的过去的 现在已经走出来了 谢谢博士 你这一些越爱越伤心 这是什么回事 常常有人说 这一段可能很认真付出了四年 那我下一段可能就怕受伤 就随随便便 那我觉得我个人做事不喜欢这样 那事情都要全力以赴 当然一次比一次爱得越深 每一次的分手也会越伤心 那这样会影响你之后的恋情吗 因为我个人的个性是蛮乐观 真相积极的 我还是很美好的看待未来 就越战越勇 更伤心 下次更投入 是 运动员的精神 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对 这好阳光啊 因为只有特别阳光的心态 才会有这样的一种对爱的投入 当然了 很多人谈恋爱经常会出问题 出了头的问题就变得完事不公了 是 我觉得是 向往幸福的人才会得到幸福 谢谢女嘉宾 她喜欢的女生叫清秀甜美 不乏运动员式的健康美 待人有礼略懂厨艺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您的择偶条件 我个人是觉得这些我都符合 不过你的略懂厨艺 是要多略懂呢 需要基本的 简单的 烫水饺泡泡面 这是最基本的 这叫厨艺吗 对 往上走 往上走 基本的一些 如果会的话 有意愿学习 可以煮饭煮菜 我们大陆有一种叫鸡蛋系列 比如什么煎鸡蛋炒鸡蛋 那个煮鸡蛋 西红炒鸡蛋 这就算略懂厨艺了吧 就可以略懂 因为两个双方可以一起下车 你要求好低 这样子我确实是略懂略懂 然后我看到你 刚刚有说过VCL里面 就是文物雙船的一个女生 那我自己也是 因为我是私下 事业上面有一些成绩 但是我以前私底下是很喜欢运动 但是因为时间没有 我是适合你的要求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介意年纪比例大的吗 这个部分也没介意 多大 方便说吗 不方便也没关系 29 你呢 我26 虚岁27 27 刚才女大三什么 宝镜专 但是我觉得你看上去像23 她看上去像32 是 对 这个是我认同 对吧 是吧 这个我认同 这个绝对认同 你比27岁看上去成熟 4 成熟与学 谢谢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女嘉宾 来 如果还继续想选择她 请为她留牌 3 2 1 好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 想了解谁 了解 对 对 谢雅茵 我叫谢雅茵 现在是29岁 来自香港的 我的工作呢 是英国港区 镇雅翅品牌的 直视董事 我这里也有做一些 婚礼的私誼 跟一些电视节目的主持 这里大家的生活呢 就是比较自欺乐观 是个快乐人 爱美爱享受的 但在工作上面 我是个女常人 就是越战越勇的哪一种 我喜欢的男生 一定要是很专一的 然后很有自己想法 年纪没有关系 你如果喜欢我的话 就可以直接去做 因为坦白真诚 就是打开我 我的心肠的第一个条件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联络 好了 那接下来 请你对女嘉宾说出 你在择偶的时候 不能接受的一些条件 第一个 不管会不会煮饭煮菜 当然你有意愿想要学习 甚至你很懂厨艺 那就请你留牌 坤白煮鸡蛋也算 算算算 愿意学习在网上 所以咱们得说明白 要不有些人紧张 重点是后面愿意 再往上增进进步 好 继续有 来 下一个要求 你愿意在有空的时候 陪我出去跟师长们 跟教练们 家长们 甚至跟朋友们 一起出来聚会的 那就请你留牌 好 来 有人翻牌了 来 那接下来 还有要求吗 没有了 没有的话 我们请还继续 留牌的女嘉宾 做一个决定 那是想选择 还是因为刚才翻牌旅游 不存在 来 3 2 1 选择的请留下 不选择请翻牌 有请两位 男嘉宾您好 你好 我先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做有益金 那其实我的名字也很好记 益金就是益金一幕的益金 我本身呢 是一个面板业的工程师 对 那在排球方面 其实我一直很希望 我可以找一个 跟我有同样喜好的 另外一半 然后 刚刚就是跟你互动的 相处的过程中 就是发现 其实你是一个 非常好相处 而且其实你提的 那些条件 我都觉得 就是对我们 是非常好的一些事情 对啊 虽然说啊 你刚刚并没有点我 就是问一些问题 我是有一点受伤啦 对 但是我觉得 秉持着运动员的一个 勇往直前的精神 我决定我还是站下来 跟你表达我的情感 对 好 稍后 接下来我们听 谢谢 来 英 你好 因为 我第一次看你相片的时候 已经 不好意思 又很感激 因为我自己的 感情生活没有很丰富 我这么大一个人 只是拍了一期拖 然后 就是因为你外形 跟我的以前男朋友 很像 因为他很喜欢 关头衣着打扮 然后他的习惯 刚刚你说的 完全好像 重新出现在我身边 重新出现在我身边 我知道男生可能会介意 你是不是会做别人的影子 但是 我真的要告诉你 因为这是我以前的故事 我已经放下他了 就是因为你现在的条件 然后令到我有一些 就是有一种冲动 你说你对感情会越来越痛 就是因为每一次都会越来越深 我都是同样的人 我都是同样的人 因为我单亲的 所以我对分音 就是没有童话 没有想象 很黑暗 我很怕黑 你刚刚有说到 用灯泡 会做一个开头的话 感觉就 好像冲着我来 就是有个点 然后你说的每一个项目 刚刚的排球的活动 我不懂 我都会尝试去做 所以 我这次表白的话 希望你明白 做朋友都没关系 真的 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吗 没问题 对 就是 因为就是排球这个活动 其实就是你一定也是更知道 他就是 球员是为了要让球永远不落地 去做一个努力 对 那我希望 对 我可以也有这份勇气 去追求一份感情 对 希望你知道 谢谢 两位女嘉宾非常非常真诚 谢亚英 我希望你往前站一步 往前站一步 往前站一步 代表的是握个手拒绝呢 还是选择呢 男嘉宾让谢亚英往前一步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出身于手表是家 年薪50万家 我在香港是住在一个无厌的城市 但你是车开不进去的 那算是高档社区了吧 好带啊 还好吧 白礼挑衣由天窝茶庄碳烧奶茶 独家挂名播出 年轻不怕火 只怕没有燃烧货 天窝茶庄碳烧奶茶 优选进口牛奶 上等乌龙 经历高火冒险 过爆火 才够味 天窝茶庄碳烧奶茶 意大利美学 缔造两感之光 飞雕开关 品味非凡 飞雕集团 我们承诺 做高质量的冰箱 我们承诺 两年免费包换 青红冰箱 以领先科技 为您带来全新享受 青红冰箱 质量为王 飞雕开关 品味非凡 飞雕集团 智慧中 大有天地 大空间 大智慧 纳智节 无死灯 创世登场 Luction 胃痛 胃酸 胃胀 管用思达书 清肺润肺 润肺清肺 修正牌 肺凝颗粒 修正药业 感冒了 早改育啊 修正牌 敢于胶囊 那都不是个事 跑哪儿去了 奔腾剃须刀 剃须不残留 因出色而出众 索尼Xperia Z1 影像智能手机 为梦想坚持 是最幸福的味道 挺你 我的面 是我们的面 加肉加蛋 更营养 就是这个味 坚持梦想 一路挺你 看师傅红烧牛肉面 我们一直相信 美丽是没有国界的 国际连锁 源自韩国 Yes 一心正心 你就是明星 下音 我需要你往前站一步 往前站一步 往前站一步 代表的是握个手拒绝呢 还是选择呢 可以让我跟他再看个十秒 至十一秒半吗 可以 可以 要手牵手吗 眼睛对眼睛就可以 不用手牵手了 我们倒计时 好 十 十 九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下音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一起牵着手 左掌声去 你看我配合得多好 在同样的节奏的时候 我把手机号码为大家揭晓了 我们也要给亚音看一下 亚音 他一开始选择的就是你 一来就很坚定地选择了你 这就是你们俩的缘分 我们也谢谢其他女嘉宾 来 牵手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天窝碗烫烧奶茶 提供的价值6000元的旅行券一份 天窝集团提供的 黄轩喜情甘红一份 和天窝一瓶月饼礼分一份 飞客地狱刀所提供的 剃须刀和电吹风一份 来 牵手 我们来看这个舞台吧 欢迎下一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戴洛文 是来自香港的 今年35岁 我是做一些时装品牌的主管 我的爱情顺言是 在珍爱面前距离股市问题 大家们手里的男人提板 画了一头 龙头 对 因为在我们中国人里面 龙以前是代表皇帝 那现在是代表男生龙凤沛 那所以我只画了一条龙 那我希望今天这个晚上 我可以在这里找到 我生命中的另外一只凤凰 还没开始之前 我带了一些香港的特产 送给所有的嘉宾 你真有先见之名 我们来者不恐惧 根据澳洲专场的这个特点 我已经知道了 基本上会有礼物 我们这个月基本吃饭都不成问题了 这个礼物也是有意思的 是我们香港的特产 老婆饼 你不能给每个女孩子都发老婆饼啊 对不对 潜在的老婆饼 人家来找老婆的 香港的月饼蛮好吃的 中书节嘛 所以我送两个月饼给主持人 谢谢您 谢谢 我没成为您老婆 我今天要表演的是魔术 好 这个魔术呢 我需要有一位女嘉宾跟我配合的 好几个人在举手 您自个儿挑啊 7号吧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不是一个普通的牌 嗯 对 好 我现在不停地切牌 那你可以喜欢我什么时候挺 你就叫我挺 OK 好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中间这个 中间的这一张 你自己看一下 不要给我看哦 镜头可以看 可以 好 现在你随便地插进去 然后再帮我洗牌 好 拿我试试看 可不可以找到你的那一张牌 那我会魔术 我的手机也会魔术 那不如你帮我一下吧 啊 现在我不碰我的手机 你过来 帮我按一下打开它的屏幕 好 把它拉开 好 现在把你的左手放在手机的下面 对 然后右手把它合起来 然后跟着我这样 那想着你刚才的那一张牌 如果你够专心的话 我的手机会感应到的 它震动了 震动了一下 嗯 好 那你慢慢打开你的手机看一下 谢谢 哇 谢谢你 看完这个魔术之后 我就想问一句话 这是什么APP啊 非常成功的魔术 获得了全票通过 所有女孩子送您颗星 那么我们也恭喜你 不管今天牵手成功不成功 我们为您提供一顿免费的晚餐 来 有请 谢谢 好了 在12位数字当中做一个选择 好 第一印象如何 请问一下男嘉宾您是香港来的 对不对 我对您的衬衫很好奇 有什么问题 就是他是低胸的 对 然后就有那微微的线条的感觉 人家夸您啊您的这个事业线很长 谢谢 谢谢 事业是平常有在乱 有 做过一阵子健身 所以现在还微楼一点点吧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他的西装外套可不可以 西装外套 对 好 你别光说好 说好就得做了 脱了吧 那么热天 你看你穿这么厚的毛泥西装干什么呀 那我专专的长河嘛 还满意吗 嗯 好 光是穿上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快点好 摄影棚很冷 男嘉宾您好 像他刚刚就是好像对您的身材好像觉得还好 但是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我是喜欢像您这种瘦高型的 对 谢谢你 谢谢你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也是来自香港的 我叫思思 然后其实我觉得男嘉宾一点也都不瘦 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全面 而且是一个比较细心的人 注重细节的 怎么看回来的 你就给我们每个人准备小礼物这样子 有含义的 而且服装搭配的也很时尚 就支持一下 好 谢谢你 大家也是香港人 谢谢 回到回来 谢谢 好了 那第一印象是这样的 究竟男嘉宾还有什么特点呢 一起来看他的VCR 我叫戴洛琳 英文名字Isa 我是来自香港的 今年35岁 我本身的工作是做一些时装品牌的 所以我经常要飞来飞去不同的国家 所以我对两岸上帝的文化 或者是生活 其实都蛮了解的 外形方面 其实我以前是非常瘦的一个男生来的 我为了好看一点 所以我就很努力去健身啊 跑步啊 所以虽然现在我35岁了 但是我很多朋友也都说 我像一个20多岁的男生 其实我不能在乎年龄的 因为年纪小不一定代表幼稚 年纪大的话不一定是代表成熟 然后外形的话 我比较喜欢一些可爱的甜美的 因为我本身喜欢笑 所以我希望找到一个也是喜欢笑的女生 那可以每一天都很快乐 好了 现在我们来掀开两张扑克牌 看看有什么可以和他交流互动的问题 戴罗文毕业于夏安大约克大学 学的是企业管理 他说自己是出生于手表世家 现在担任时装品牌的主管 年薪50万家 特别说别说会魔术 因为以前会魔术的话 人家会觉得你很风趣幽默 但是现在这几年呢 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其他人吧 那就学魔术去为了追女生 那就好像有一个不好的印象 所以现在我尽量都不说我会魔术 我对他印象非常好 因为很多男生他们学魔术 都是因为想要跟女生就是接触 然后吃他们豆腐 但是他刚刚邀请凡妮上去 然后他就是没有碰触到他的手 或是任何地方 我觉得这是还蛮绅士的 其实学魔术是逗人家开心的 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 爱笑 爱教女生整人的超细竹竿 世外桃源 什么意思 超细竹竿的意思 因为以前我小时候是非常瘦的 是瘦到什么程度呢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胸口一排一排了 左边的其中一排 你可以看见我的心跳的 我是瘦到这个程度的 天呐 那你吃点东西是不是你这胃也能被看见 你今天吃了最早餐是什么透过一眼 都看见了 医生说我是太健康 因为太健康了 所以新陈代谢比较快 所以怎样吃都吃不怕 对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是说你是来自香港的世外桃源吗 那因为我们是来自台湾 其实不是很明白这样子的一个风俗民情 因为我在香港是住在一个无厌的城市 但你是车开不进去的 然后里面的空气还有环境都会比较好 因为在香港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多高楼大厦的地方 然后很小会有这么捷径大自然的环境 所以就叫做西外桃源吧 那算是高档社区了吧 好凯啊 还好吧 刚刚是说你们没有车 那你们的交通是怎么样子呢 坐船啊 坐船 对 还有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方 其实它好像有自己的公车的 那就会 但是平常的车是不能进去的 其实他们想知道 第一你有没有车 第二你的车子是多贵的 那很可惜了 因为我住的那里不能开车的 对那边的车都是要政府特别的牌照批准才能进去的 对 好了 那我们还有两张扑克牌啊 如果我们还想继续交流了解它的话 请给它投票 3 2 1 好了 来继续翻开两张扑克牌 大罗文曾经谈过三次恋爱 全都是因为异地而分手 突然消失的星星 其实是我一个这一辈子最遗憾的一个事情 好多年前呢 遇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女生 不停地追她 那我表白之前 我现在网上找了一颗星星 用她的名字来把那个星星命名 而且出了一张证书 然后就在星南节的那天准备送给她的 但是到星南节的前一天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她消失 不管是网上啊电话啊 或者是什么途径我也跟她联系不下 所以 所以现在看见星星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好相信 那后来这人 这女孩跑哪去了 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 就是在你给她 在星星上命了个名以后 这女生就没有了 对 不知道是她真的出意外了 还是我做错了什么 她避开我 那你这样很危险啊 你现在来找女朋友 万一有一天你找到一个女朋友了 这个颗星星她回来了 你怎么办呢 其实之前那个如果出现的话 也没问题 因为这个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那所以如果她真的出现的话 我会很开心 起码她真的不是有意外 只是某一些问题 她也许觉得我不适合 所以不跟我联系而已 她喜欢个子要小小的可爱的女生 拒绝港女 好刺激人啊 好伤心啊 好伤心啊 对啊 没有 你是香港人 你应该知道港女是什么意思 对 港女的意思不只是香港的女生 就是说一些不是你们啊 就是说一些香港的女生 现在她们呢非常现实 不管自己有没有素质外形或者是学历 但是她们都要求自己的另外一部分 是非常好非常收入好 吃一顿饭要买她一个包包之类的 对 这叫港女啊 对 我想问一下啊 你所谓的个子小小的女孩子是几公分啊 因为我本身也不矮 我都180 然后对我来说如果个子小小的话 没有170的就好了 不到170就算个子小小的啊 我就是个子小小的 对啊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想要问一下 因为你前面三次恋爱都是因为异地分手 对 然后如果你选择了台湾的女生的话 那台湾的女生又很热爱她的工作 但是她不愿意放弃她在台湾的工作的话 那你是会飞过来在台湾找工作呢 还是你会选择就是两边跑 我最希望的当然是她可以过来香港了 但是如果要我去到台湾的话 那我都没问题了 但是需要有一点时间准备了 因为工作的方面 嗯 OK 谢谢 好 来我们给男嘉宾投票了 3 2 1 好了 接下来呢 轻易告诉女嘉宾 你在择偶的时候 所不能接受的一些条件 很喜欢喝酒的 请翻牌 哎 还真有人 酒鬼 好想知道 来 下一个要求 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抖角的习惯的 请翻牌 这一般来说不太会啊 还有要求吗 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的话还有为她留牌的女嘉宾 请做下决定 来 3 2 1 有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是来自台湾的女生 然后我叫做朱贝贤 那我自己是在一个台湾知名的企业 担任企业公关 那先前也是当电视台的记者 所以我的个性就是比较有好奇心 然后有冒险精神 你一开始表演的才艺 就有吸引到我的目光 然后也加上我以前有谈过一些异地恋情 对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有熟悉感 现在我们两个都从香港跟台湾 来参加这个节目 如果有机会的话 希望可以跟你一起牵手 去感受上海的美丽 对 我自己也有带一个小小的礼物 然后是昨天在上海买的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跟你的魔术 有点算是相呼应 它算是一个 真心话大冒险的一个堆叠积木 这个呢 如果说就是您会选择我的话 那我希望我们将来可以一起用这个小游戏 然后彼此认识 然后讲一些真心话 然后玩一些大冒险 对 好 那你先不急啊 来看看美国是有推荐人选吗 我觉得其实他们两个人还蛮适合的 因为呢 这位小姐呢 就是人的性格当中 一种叫猴子型的一种人 就是她对人生的事物啊 很多有非常大的好奇心 更重体验经历超过结果 那么我觉得这个大先生呢 也有这种气质 那么一般来讲猴子型的人在一起 是比较和谐的一种 来这个李博士既然已经推荐了你们二位 为了加深一下印象 面对面看20秒钟 来 天窝炭烧奶茶动心时刻 计时开始 我怎么形容 心中的感受 用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 你都 好 时间到了 好 时间到了 好了 两位20秒对视之后 那女嘉宾已经明确地表示自己的心愿了 要问问我们的男嘉宾 你是否愿意和女嘉宾牵手而归呢 其实今天很开心的 真的 在我记忆里面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是过有女生对我这样的表白 真的很感动的 女嘉宾的表白 让带落文深受感动 她们能顺利牵手 让爱靠岸吗 我们一直相信 美丽是没有国界的 国际连锁 源自韩国 一心正情 你就是明星 在哪里 跑哪去了 奔腾剃驱刀 剃须不残留 嗓子干咳痛 得喝点什么才舒服 一杯蔓延舒凝 不仅缓解症状 更能滋润嗓子 嗓子舒服是喝出来的 啊 青猴立烟可力 蔓延舒凝 飞雕开关 品味飞凡 飞雕集团 年轻不怕火 只怕没有染上祸 天窝茶庄 碳烧奶茶 优选进口牛奶 上等乌龙 经历高火冒险 过爆火 裁过味 天窝茶庄 碳烧奶茶 白礼挑衣 白礼挑衣 由天窝茶庄 碳烧奶茶 独家挂名播出 真的很感动的 但是今天我在这里的话 已经其实有一个 我喜欢的女生了 那所以对不起 好发心 谢谢 谢谢 好了 那我们为大家公布 刚才她选择的女嘉宾是 7号 其实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不管是网游戏啊 或者是在聊天的时候 相信很多人都看见了 我的重点都是你 我刚刚听见你是当模特儿的 那其实当模特儿的话 在台湾或者是在香港的话 其实发展也蛮好的 而且我是做时钟品牌这一块的 然后我觉得我在工作上面 可以有很多地方可以帮到你的 然后如果是个人方面 我本身是一个非常照顾女生的男生来的 那所以我希望我可以 今天能跟你牵手 有一个机会 可以好好的照顾你 谢谢 孙凡宁 只要你今天同意 牵手 你们就可以一起去市外桃园 你要是不同意 你明天就可以坐飞机回桃园机场 我刚看到很多你的小动作 我觉得他是一个蛮体贴的男生 女嘉宾似乎已被戴罗文的体贴所打动 世外桃园会是他们的幸福